F-16暫居失事意外 軍方的搜救作業持續進行 不過一直沒有具體的搜救結果發現 讓各界都十分的緊張也擔憂 而11號晚間6點鐘 軍方再召開了搜救進度說明會 我們來看看現場的狀況 第一次殘存紀錄器就是我們白話說的黑盒子 這個頻率給我們一個最重要的指標 就是這個跟飛機失事的地點是相當接近的 那我們根據這個地點 從今天開始早上我們派兩架飛機 P-3的兩架飛機運用它的系統 回過頭來在這個區域來回的執行 它的這個徵收 那我們也在今天呢 在這個位置大概發現 同樣這個區域裡面發現了 三個重要的金屬反應點 那在今天下午 大概三點鐘的時候呢 第二架的P-3的飛機 也向司令回報 在這個附近呢 發現更精準的這個金屬的反應 再次說明這個事件發生起 我們搜救業面中心 隨即收集的各項資訊 我們整合了三軍還有科技部的資源 積極投入搜救工作 我們絕對不會放棄我們權力的搜索 迄今已經掌握了水下欠缺的位置 未來我們將採取聲納以及聽音器 掌握我們標定的位置 我們會啟用水下攝影機 確認物件 屬實的話 則用我們機械手臂或吊載的方式 而取回我們的黑盒子 平方月 後續我們按照既定的計畫 全力執行收救蔣隊長的任務 啃請我們隔人 持續的洗浮集氣 我們空軍會盡一切身邊的力量 守護我們今天白日家園 好